您不能不知道來關心 彰化國際賽車節 週末在彰化高鐵站區 舉行道路風街賽 其中來自韓國的賽車女車手 普世賢穿著黃色賽車服現身 瞬間就成了全場焦點 而普世賢實力堅強 上禮拜參加太馬里秀山 之本溫泉站拉力賽中 就奪得了該組的第一名 你好 來自韓國的知名女賽車手 普世賢穿著黃色賽車服 一現身就驚艷全場性眾多粉絲 是正向合照 謝謝 謝謝 不僅擁有甜美外型 還留著一頭黑色飄逸長髮 臉身近裝更顯高調身材 賽車帽一戴帥氣模樣 氣勢非凡 從韓國遠道而來參加彰化風街拉力賽 要挑戰五公里的柏油賽道 這也是他首次跨國加盟 廖老大的低土車隊 我們在昂華Racing的出雷 出雷的行程 兩次冰冷衍 還有三種滑 還有很多的事物 有參與 那就是很興奮 玩耍 山路狂飄 普世賢眼神專注 這個月19號到21號 參加太馬里秀山之本 溫泉站拉力賽中 奪得小組第一 甩尾賽出道的他 2021年接連在韓國多場比賽中 拿下前三的好成績 這回再彰化出賽 不只拚速度 漂移過彎技巧 也得拿你準確 普世賢在下午的拉力賽中 代表車隊出賽 要和多位男選手同場競技 加盟台灣車隊 以讓未來的台灣拉力賽 更加右看頭 借到帽彰化 裁縫島